選前預言一失無命 選後痛批 王軍側翼 對高嘉瑜來說 如今的民主進步黨 不在民主 開第一槍 就責側翼 卻遭到黨內圍剿 讓他無奈坦言 自己很快就會死在戰場上 立委任期只剩兩年 黃珊珊高機率 挾著高知名度 挑戰港湖本命區 來應戰將 有時會呼聲也不低 前後夾擊之下 高嘉瑜面臨 流失綠營支持者選票 爭取連任出現危機 那這樣道不同 不相為謀的情況底下 如果2024年 還是用民進黨籍的身份 來參選的話 我想他自己可能 也會面臨一種 民國分裂的狀況 喊話有科派的高嘉瑜 不妨趁早離開綠營 投入民眾黨懷抱 前立委謝忻寧 也怒批自家黨說 早知道就不含淚投票 現在也不用那麼痛苦 不過青綠粉砖 持續開炮嗆瞎 要不是民進黨 正規君廢到笑 何須益勇軍出來戰 甚至放話 12月嘉義市長補選 要看正規君有多厲害 同樣被黨內出征的 何志偉下屆立委選情 也堪憂 但剛拿下第一高票的 王世堅 還沒考慮到2024 是否打算出擊 只說現在監督 新任蔣市長 是第一優先 至於表態 不爭取補選的 國民黨徐巧鑫 若是資深前輩 菲洪泰卸任 他有機會是第一人選 上節目時也不否認 自己的優勢在南松山 有考慮2024 會積極爭取 年底大選才剛落幕 兩年後的立委選情 已經暗潮汹涌 TVBS新聞和家人 張宥柯 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